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 卡方分配的性质 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性质 假设两个卡方分配 它是相互独立的话 那么各自的自由度 假设叫做New1跟New2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卡方分配之和加起来 它将也是卡方分配 而且它的自由度就是什么呢 这两个自由度的相加 那么我们怎么证明它呢 很简单 我们可以使用的是 动差生成函数的观念 我们知道卡方分配的动差生成函数 我们在前面我们证明过了 它叫做1-2t的什么呢 负的二分之New1 这是第一个 如果它的自由度是New1的话呢 它就是二分之New1 那么第二个呢 假设第二个叫做X2的话 它的动差生成函数 我们也一样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那么我们又在前面 我们也知道 如果说这是Y是两个相加 那么它的动差生成函数 就是这两个动差生成函数的相乘 于是我们可以知道说 Y的动差生成函数 就是这两个相乘 因为它是独立的 那么我们来乘开看看 一乘了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 这是什么呢 这是底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怎样的合并 就会变成了负的二分之 New1加New2 那么从这个算式 我们就可以证明什么呢 两个卡方的相加 它也是卡方 但是它自由度就是两者相加 如果是两个卡方相减呢 那它也是一个自由度相减的一个卡方分配 这是一个推广 我们知道了这个以后 我们在后面将会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统计量 那么现在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用到的是 我们要去检定母体变异数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在抽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算出来的样本变异数叫做S平方 我们一般来说都是用S平方怎么样的 对于S平方去做估计 好 那么现在我们等一下 我们将会导出这样的结果 现在我们先叙述一下定理 Z平方 我们在这个变数变换的地方 在连续型的变数变换的地方 我们证明过了 Z平方就是标准的常态分配的平方 它就是服从一个以E为自由度的一个卡方分配 那么假设说 现在有123456一直到N 它都是一个normal 它都是常态分配 现在我们把它标准化之后 xi减掉μ除以S平方 那么它就是什么 全部加起来 那么将会是以N为自由度的一个卡方分配 因为它按照前面定理 我们可以知道 好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去做一个改造 现在xi减掉μ 我们中间要用一个x bar来去做一个分割 来我们考虑这个 现在我们把这个把它改变一下 我们减一个x bar加一个x bar 为什么呢 因为在抽样分配的时候 这个x bar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现在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分开来 来展开 现在我们做的是一个两个加起来 相加的展开 a加b的平方等于a平方 加上b平方 再加上2ab 来我们展开来看 这是第一项 这是第二项 这是第三项 那么等一下我要介绍的是 这个第三项 我们暂时保留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同学肯定的说 第三项不用算 因为它会是0 那怎么讲呢 我们在这边就先讲了 i等于1到n的变化的情况 是i在这边变的 这里对我们而言 它是一个数字 所以sigma 这个summation 其实不重要 这个可以把移到前面去 重点是在这边 这个数字也可以移到前面去 重点是这里 这个 i等于1到n 我们不用说 它一定是0 为什么呢 是因为x bar 就是它的质量中心 如果各位同学 不能了解的话 我们继续写下去 各位同学请看 我们把它展开来 现在这是有几项呢 有n项 这个后面也是有n项 那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这是所有数字的总和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n倍 这样子 因为这边算了nx bar 这就是x bar 所以是nx bar 减掉nx bar 所以等于0 所以各位同学 以后看到这样子算是 其实这边就是0 那么等一下 我们就可以直接消掉 好 我们继续往下算下去 要考虑这两项 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不用看了 这是什么 这会是0 这边是会是0 那么重点在下面 现在我们看这边 这边我们把它写在底下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的平方 因为sigma是个固定的数字 现在这边的话来说 它完全都没有i 所以它其实就是n倍 那么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 再把它这个改造一下 这个把它放在 我们的分母的分母 好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这是什么呢 这是z 这是不是z 这就是我们的标准 常态分配 这就是z平方 那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要知道的是 这个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以 自由度1的一个k2 那么整体来说 前面的话呢 是以自由度是n的一个k2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自由度为n-1自由度 的一个k2 这个我们要记得 这个自由度是什么 n-1 那么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 因为我们在假设减定的时候 经常要使用的是s平方 跟sigma平方的比 那么现在我们把s平方的定义 写下来 来我们来把s 各位同学你要知道 s平方是不是要底下是n-1 上面是xi减掉xbar的平方 那么现在 n-1我们乘到左上角 那么现在我们再除以一个sigma平方 这边左右各除一个xsigma平方 那请各位同学看这个 这是什么 一样的 这就是以n-1为自由度的一个卡方分配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 什么结论呢 这个常常用到的 n-1刮弧s平方 除以sigma平方 将是什么呢 它将是以一个 以n-1为自由度的一个ki square 它是一个卡方的分配 那么这是在 我们在后面的假设减定 跟估计的时候 都会用这个东西来做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也证明了这样的结果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卡方分配 那么我们要知道 卡方分配 在用途上面是非常非常的广 只要是用到了估计跟减定 这个变异数的时候 都跑不了它 都是跟卡方有关 那么我们这个单元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证明了 非常常用的统计量 它是服从自由度 为n-1的卡方分配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这样写 那么我们在后面 不论是信赖区间 假设减定 通通都用得上 这样子的结果 我们可以这样写